大家好 接着聊啊 这个在海外的上海的美女说了啊 车那 有人说车那是CNM 这个骂人的话 车那 你才是乡下老 说我出生在黄浦区 我在卢湾区和徐汇区长大的 你咋北的吗 你是咋北的吗 你是下只脚的吗 你还是宝山区的 宝山钢铁厂啊 宝钢是吧 宝山过去是个县城 淞沪会战的时候 有个国军的营长 叫姚子清 保卫宝山县城 那会县城都有城墙 这一个营都殉国了啊 都被日本人给杀掉了啊 然后说各阿好坐搬头啊 各阿好坐搬头 搬头是什么意思啊 是那个过去县衙门 里边牙抑的那个头吗 是吧 说笑死我了啊 你笑死我了 为了证明我不是上海您 我不是上海人 说你真是费心了 我外公是崇明人 崇明岛 中国第三大岛 在长江口 是吧 崇明岛的对面是江苏的海门吧 海门如东启东那一带 是吧 说比农还要本地宁了啊 崇明岛 我们是正正宗的本地人啊 说只能讲上海好 不能骂三门啊 什么叫不能骂三门 三门是三门亲亲吗 是吧 就是说这个爷爷这边的 老了这边的 老爷这边的 还是加上这个老公老婆这边的是吗 讲上海的现状就是八字吗 我说说上海的现状 或者上海的不足 上海的问题 我就成乡下人了吗 是吧 讲好不地狱歧视的呢 是吧 我们说啊 你怎么掺和地狱歧视呢 你们这两个上海人 才是地狱歧视的示范好发 是吧 是吧 挺好玩吧 聊一聊啊 然后有人说了 说得好 支持上海展示给外人的 是一副光鲜亮丽的景象 其实背地里还是那么的肮脏龌龊 这一次 借疫情之名 揭开马桶盖的一角 就知道里边有多臭了啊 我也是土著的上海人啊 然后说是啊 上海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然后有人说了 你这是纯种的二五零 二五零 二百五啊 纯种的二五零啊 说上海是趴在粪坑的边上 趴在粪坑的边上 但依旧没出粪坑 是吧 有人说了 果然 无论身处何处 依然是浓厚的中国风 有如当年的香港人 明明可以做英国人 却偏偏地中了梁启超魔咒 梁启超魔咒 就是说有人说中华民族这个词 是梁启超给造出来的啊 说万众一心跳进了粪坑 过了二十五年被打回了原形 才回头想读啊 他说的是香港 过了二十五年啊 有二十五年吗 差不多啊 最终沦为难民啊 现在好多香港人跑到世界各地啊 其实如果各地啊 都喜欢秀自己的优越感 何不趁早各自独立算了 是吧 难不成都在大一桶这棵树上 吊死就是死得其所吗 是吧 然后有人说了 所以中国人才叫中国人呀 是吧 啊 然后有人又说了 如果巴黎啊 巴黎东京纽约 如果在赵家啊 就是共产党的统治下 也是一个屌样 这和哪个城市无关 是这种混蛋体制的问题 所以和是不是喝咖啡 是不是讲几句英语 是不是有钞票啊 都没有什么关系 是吧 骂体制 骂猪头 骂CCP 不要骂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腔调 啊 就是 现在上海已经没有什么腔调了 啊 说 他们的自豪感 有情可原啊 应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还有党的教育下 啊 只有共产党 有了共产党 才有了现在这个模样的中国人 是吧 爹亲娘亲都不如党亲 是吧 野种们 野种们 如今自大 自傲 自残 自闭 自辱 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伦理与教养 啊 然后说只要姓赵 在中国哪里都可能会变成芙蓉镇 运动了 运动了 然后有人说了 我不是上海人 但我可以确定你是 啊 我在红口区外白杜桥 外白杜桥 对我原来经过过那地方啊 在那个那个黄浦江边上 是吧 啊 黄浦江苏州河 是吧 啊 黄浦江啊 我在红口区外白杜桥附近 待了很长一段时间 待过啊 在那生活可能 那个只有红桥机场的年代 原来上海就一个机场 红桥 后来有的浦东 上海人有分浦东和浦西人 上海人惹不起 浦西原来是市区啊 然后又分什么上只脚下只脚 浦东过去都是农田农村 是吧 啊 然后这个这个这姐们说了啊 说我出生在这个地方 也是个牛逼地啊 牛逼地 我出生在汉密尔顿 汉密尔顿大楼啊 不是上海人是误晓得那栋楼的 不是上海人是不清楚 不知道这栋楼的 我还真不知道哪个是汉密尔顿大楼 而后在瑞金二路和绍兴路长大 工作在安福路 安福路这个地名安福 安福应该是 过去北洋军队时期 在国会里边有一帮议员组成了一个派系 好像叫安福系啊 安福 安福路 后来工作在安福路和乌鲁木齐中路这里 那些骂我的才是真正的地狱骑士 只要批评上海就不能是上海人 谁规定的 对 是吧 就跟你批评中国 你就不是中国人 你就是汉奸 是吧 你像我就经常批评中国的环境污染呀 官商勾结呀 贪污腐败呀 是吧 是不是 有人说像侃爷这样的才是真正爱中国 对不对啊 有人说你们是反贼 我不承认 谁是反贼 你压案子才是反贼呢 对不对啊 我们不需要歌功颂德 我们需要说真话 对不对 只要批评上海就不能是上海人了 谁规定的 上海人自己反省 自嘲 难道也是错的不可接受的吗 就这次的乱想 乱象乱象 我们有什么好骄傲 好自豪的 难道不应该想想何去何从吗 哎 我觉得这姐妹说的还挺有道理啊 也比较理性的啊 比较理性 是吧 你要说哎 反正大爷就牛逼啊 反正做的好做的赖 是吧 或者本身我们就有的问题 你连提都不能提 是吧 这也太武断了啊 也不是一种理性理智的态度 是吧 有人说了 再华丽的水泥钢筋 没有完善的制度保障 正常的运转秩序 是经不起任何考验的 对 中国的硬件 高楼大厦 是吧 中国的软件呢 你的制度呢 对吧 你的感召力呢 对吧 你的公开性呢 你的三权分立呢 你的言论自由呢 对吧 是吧 哎 呵呵